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证指数上涨了1.05% 深圳方面则反弹2% 在欧洲方面 英法德三国的平均涨幅也达到了1.5%左右 可惜到了美国时间段的时候 美国三大指数却没有能够延续前一天晚上的反弹 昨天美国的三大指数道琼斯 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下挫最低的是1.6% 最高的纳斯达克则下挫达到了2.93%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方面 黄金价格昨天是下跌了1% 目前是在1341盎司 油价目前依然是维持在66美元高位 在比特币方面 目前比特币连续三天波动率非常之低 现在是维持在8000美元上下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招中来看一下的呢 讨论是澳洲本地的这个 我们说的是滞胀的澳洲指数 以及呢 目前比较纠结的澳洲经济 之前有一个话题呢 或者说大家比较关注的生活 特别是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知道像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中国的A50指数 在去年一年上涨非常之多 但是呢 轮到澳洲的时候呢 这情况就完全不同 澳洲的股市呢 死活 在去年一年就怎么都涨不上去 我们看一下去年年初到现在 像美国的道琼斯 从2万点最高是到了接近于2万6600点高度 涨幅超过了30% A50就更不用说了 从1万点最高涨到了接近于1万5000点 但是澳洲呢 我们从去年10月份当时突破推荐的时候 从5860说它能够上6000点 它上了没有 的确是上了 但是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连续超过10次 从5860 当时的价格大约是在5860 我们推荐的时候在这儿附近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到目前已经超过了12次之多 每一次我们这条黑线 大约就是在6000点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它反复的上下 碰到下来 反复的上上下下 这100多点 只有